大屠殺遊戲 俗稱食雞 相信不少人都玩過這樣的大屠殺 這樣的大屠殺 還有這樣的大屠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這樣的大屠殺呢? 這款遊戲叫炸彈人 是一款四十多年前的遊戲 在炸彈人入面 玩家在四個角落開始遊戲 玩家可以放置炸彈開路 然後同遭遇到的玩家對炸 炸到最後有幸存的玩家獲勝 根據這個規則 即使已經打贏了兩位玩家 但只要被最後一位玩家打敗 都一樣是視為輸的 這樣的話 如果等其他玩家自傷殘殺 最後自己才出來撿死雞 略趕相爭 如人得利 不是更聰明嗎? 而如果每個玩家都這樣想 所有玩家都歸在原地 局勢就會僵侍不下 遊戲就會變得很無聊 的確玩家都是人 都會作出理性的選擇 即使這個選擇 可能令遊戲變得更無聊 所以遊戲設計師 是需要有洗玩家去作出行動 而這個方法 就是加入行動有因 其實剛才我說漏了炸彈人的一殼機制 就是可以透過炸牆或炸玩家去獲得強化道具 強化道具有很多種 例如炸彈的威力加強 炸彈變成計時炸彈 拿起炸彈的能力等等 玩家可以因此變得越來越強 即使生存才是最終目的 但冒險和其他人戰鬥都可以變強 反而如果不積極戰鬥變強 就很難在後面和變強了的其他玩家對抗 這樣玩家就有行動有因 去和其他人戰鬥了 炸彈人組在四十多年前 就奠定了大屠殺遊戲 倖存者勝利 計時縮圈等等的規則 當然都包括剛才說的行動有因 就是戰利品機制 事實上 幾乎所有遊戲都會設計行動有因 例如Pokemon 被玩家戰鬥之後拿到經驗值 Mario Kart 在玩家飄移之後會有衝刺的獎勵 俄羅斯方法 被玩家同時消除多行專快的時候 有額外的加分 DOOM 會被玩家在近戰擊殺時會有回血的獎勵 設計師藉著各式各樣的獎勵 去鼓勵玩家冒險 而相反 欠缺行動有因可以令遊戲變得淡而無味 在初版的無人心胸 遊戲聲稱玩家可以探索上億個獨一無二的星球 遊戲中的核心循環就是完成任務累積資源 讓玩家可以到達下一個星球 然而它所謂獨一無二的星球 其實只是程序新成的隨機組合 裡面的生態幾乎沒有邏輯和欠缺多樣性 也就是說 玩家很難透過遊戲滿足他們的探索欲 沒有探索這個行動有因 玩家就不再想玩下去了 另一款失敗的作品是 SD 高達 激鬥同盟 遊戲中有超過70部不同種類的高達 並非在每一部高達的強快分開計算 其實它可以參考無雙大蛇EZ 給每位武將有各自的任務 完成之後可以強化全體武將的能力 偏偏遊戲就長期缺乏強化資源 而玩家是沒有任何轉用機體的誘因 導致玩家只能一部機體用到老 這樣不單浪費了其餘70部機體的設計 也會令玩法相當單調 又或者參考《雷斯·萊尼亞娜的鏈金攻防》 讓玩家可以重置強化進度 都不至於樂得鋪貶不一的評價 前面講了兩個缺乏行動有因的例子 但其實過份的行動有因同樣能夠毀掉一款遊戲 很多早期的3A大作 包括刺客信條、使命召喚 它們都有一個機制 就是脫離戰鬥一段時間之後 會自己回復體力 這個機制的出發點是好的 它令到尋找掩體有了一個行動有因 而玩家就會更加積極去解讀遊戲中的場景 看看有沒有地方適合躲起來 但太強的行動有因 卻反過來導致玩家不時了戰鬥的技巧 因為只要不斷換血 就能夠磨死任何的敵人 遊戲也會因此變得重複和無聊 而很多後來的遊戲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加入了兩層血槽的概念 令到自動回復不能夠回復到血量的上限 而是只回復其中一部分 就能夠抑制過強的行動有因 防止玩家濫用 其實生活上都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例如父母會在子女考高分的時候 獎勵他們吃大餐 提供了子女溫習的行動有因 而商家也會以即分回陣作為行動有因 等市民重複光顧同一間商店 希望今次的五分鐘遊戲設計 不單止給大家認識遊戲 更加給大家思考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